好,大家好,我们到6.7小节讨论二维数组 就是将我们对于数组的概念从一维推广到二维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提到过 这个跟我们学习几何的概念是类似的 当我们先开始学习一个点 这个点叫做零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定义一个单格的变量 比如说inti 我们这个单格变量 我们就可以当成一个点 这个是零维 然后我们学习了一条线在几何中 这条直线是二维的 这条直线是一维的 是从零维我们扩展到了一维 是将一个点在一个方向上面进行移动 当然以直线的方式进行直线移动 达到无线 这条就是一条直线 如果只是有线的移动 这是线段或者是往一个方向无线 那是射线 但是对我们计算机这边来讲的话 这就扩展成了一维数组 去存一系列的数 然后把按照这个线再按照它的就是切线的方向 就是垂线的方向进行平移 那就变成了一个面 这在几何中就是二维的 而我们把一维的数组 一系列的数 在我们把它当成一行 然后按照多行 一行一行的去存储 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二维数组 同样的我们可能进一步去拓展的话 将一个面按照这个面的垂线的方向往上去移动 就变成了一个体 这就是三维 然后我们同样把这个二维数组 再往按照它的这个每一个面 就是航链 我们经常简称航链式 按照另外的一个方向 这一列方向 我们再去存储更多的数 这个就是三维数组 然后在数学中 我们就更加的简单 我可以简单的推广到N维数组 但是几何中 你可能就很难去想象了 一问四维的一个几何体 都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也有很聪明的科学家 能够在图就是一个平面上面的话 给你画出一个四维的图形来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就不再进一步啰嗦了 所以对于二维数组 我们之后下一章节 我们会讨论数组的初始化 我们先把这个二维数组做一个熟悉 二维数组没有什么特殊的 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平面 因为这个有行有列的一堆盒子 但是这个每行的盒子数量 和每列的盒子数量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第一行三个 第二行五个 第三行七个 那样的一个不规则的 我们并不把它当成二维数组 因为你没有办法进行最开始的定义 而我们一维数组怎么定义 如果是全都保存整数 那就是印它 后面的话 比如说是A 是你的数组名称 后面有一个中括号 那下面里面输入一个数 N 这个就代表你这个一维数组中 打算存储多少个整数 二维数组 很简单 它的定义就是两个中括号 这个就代表我定义了一个二维数组 A 它有三行 每行每行有四列 三行每行有四个元素 所以就是三行四列 那也就是三乘四十二个元素 第一行就代表的是A0行 第二行A1行 A2行 然后第一行的第一个元素就是A0 第二个元素就是A01 第二行的第一个元素就是A10 你就第一个中括号里面说的是行 第二个中括号说的是列 所以我如果说这个是多少 A1 2 所以就是在这边的话 这叫做第一行的第二列 当我说第一行的时候 所以就是上一个视频 我也是提到是说 作者可能有的时候喜欢从1到N去 这样的去算 去做程序的设计 所以你要去定义成N加1个元素 但是到了这样的这个二维数组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些混淆 所以在当我们说第一行的时候 实际是A1行的时候 所以实际上是在说第二行 因为行的叙述列的叙述都是从0开始的 所以我去定义A3 A34实际上就是三行四列 它的行的行标是从0到2 列标是从0到3 是从这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从00一直到23 我们怎么样去为这样的数组复值 大家想象一下 回忆一下我们对一维数组怎么复值 我们用for forI等于0 然后I小一等于我们的数组的这个N 比如说我现在一维数组是A1 就是A2 那我就是N-1 小一等于N-1 然后I++ 然后再说是AI等于多少 在这个for循环里面就复值好了 对于二维数组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循环线套的问题 先对外层进行复值 然后去循环 然后再对内层进行循环 一个就是航循环 列循环 然后我去定义的就是AI 用两个变量 我就去定义出来一个最终的这个数值 我们来把二维数组复值进行一下验证 同样的我们先保存到我们的这是第七 第六大章的第七小节 我不希望是我手工去复值 所以建议大家也把这个time写出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是先写种子 Unsigned Time 上一个例子我漏掉了又括号 OK 现在我种子有了 那我就进入A是3 4 这样我就定义了一个三行四列的二维数组 I J X 然后现在X等于0 我们来看一下X是什么 A I J等于X 然后X 加加 它是用它去做这个 累加 我们可以先 可以先不要 我们先按照作者这个方式先写出来 X等于0 双层嵌套 I等于0 I小于等于 3-1 实际上 大家在这边写出这个2的时候 要注意实际上它的含义是从哪来的 虽然这3-1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但是一旦我建议大家把它这么去写 因为以后如果你是把它替代成变量的话 你也知道替代的是什么 小于等于4-1 J加加 在这个里面我就可以开始扶植了 就是A I J 等于什么 X 然后X加加 就是每一次内存循环去 循环的时候 我就 给出X来讲 我还需不需要其实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没必要 我直接在这我就print这个就可以了 百分号B 给一个空格 A I J 因为我刚刚复制的就是这个AI 对不对 然后打印这个回车 回车是在每一次这一行 全都复制完毕之后 所以在这打印一个回车是很安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的运行 失败在哪里 undefined print 我又变成了 漏掉了f 很多时候这个习惯 并不是那么容易经常更改 因为我时不时的会切换 说有的程序会用 就python去编 所以大家看到0123 然后一直到11 然后我们这块实际上输出它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来保存一下 在我的第7章中 6-7 我们把它 置一个2 然后我们来生成 自动生成随机二维数组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 我这个时候借用这个s run x这个时候等于什么 rand除以100的 我就不要这个x加加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x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是随机的 所以失败 所以我们看x在哪 我没有x了 x等于0也不需要 这样我就是12个100以内的随机数 可以看到我也同样生成了一个三行四列的 当然说在这个地方可能排列起来不是那么的好看 当然如果我说的都是0到9的 那都是一位的 那肯定是比较好看一点 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就是显示上面 在这个地方的空格 当然如果我用钢T 我试一下 它是不是这个type键能够让它都分开 但是有的时候两个type才等于一个type 但是这样的话看起来更加的漂亮一点 我实际上增加的是一个缩进 就是那个每一次是一个就是type键 就好像是你在按键盘Q左边那个键是一样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同样完成了二维数组的复制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三行每行四个数 就是三行四列 所以这个就是二维数组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的时候 再对这个数组的初始化再多说一点 那下一个视频再见 就是这个情况下一个人 是 agricultural的经历 其实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户子 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缩生 那么我们也知道 的好体 princip 就是五兵 我觉得北京第一次 集完 唯一 就是我们桥